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家来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一定会得福的 一定得福啊 一定会好呀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这样告白了 而内心始终疑惑 到底好在哪儿了呢 结果就成了谎言了 我们一定会好的 这句话由我们来讲 而上帝为我们负责任 那么我和上帝如何建立起关系来呢 唯独成为上帝儿子的时候 上帝才会为我负责呀 上帝要把好的一切全给到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拥有喜乐 如果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是拥有喜乐的 我拥有了喜乐 我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喜乐 而假的教徒呢 责备一次就开始逃避了 不爱听责备 给了您责备 听了责备 能感恩感谢的时候能得到祝福 听了责备 反而逃避 不爱听 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的 是属魔鬼的了 上帝告诉我们 在这世上 世上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带来责备的 圣经的话语全是给我们带来责备的 为的是让我们得祝福啊 一个盘子 亮晶晶 说明是擦干净了 擦得很干净 增量 而我们不喜欢洗醉的话 就成了污秽的人 我们并没有每一天洗醉 并没有每一天做悔改祷告 导致性格得不到改变 始终不顺利呀 在今夜 我们来领悟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祝福呢 我们今天来领受这把钥匙吧 我们来领受能得福的钥匙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加勒泰书六章 十四节 十五节 十六节 我们大家只要爱上帝 只要爱了上帝 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好的祝福 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的一切的祝福 而我们为什么却得不到正好的祝福呢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爱上帝 好多信徒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遵循 就做了见证人 而我们大家为什么不遵循呢 结果就得不到祝福 在上帝面前只有能行或者是不行 上帝不是模棱两可的人 要么能行 要么是不行的 而始终不行的人 做的事情 总是做一些不行的事情 行为上去见证自己不行啊 从今夜开始 我们走向能行的道路吧 成为越来越好的人 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加勒太书六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阿们 我们需要当夸口 我们当夸口的是什么呢 今天上帝分明告诉我们 我们当夸的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 而我们整天在夸什么呢 始终不行的人就夸一些虚福的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来夸耶稣基督十字架呢 耶稣基督十字架 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从一个没有福分的人 变成有福分的人 曾经不行的人 变成能行的人 头脑不聪明的人 变成头脑聪明的人 所以我们要夸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而我们 现在到底在夸什么呢 始终不行的人 竟夸一些世俗的 竟夸一些浮夸的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只夸耶稣基督十字架呢 因为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就能成为新人 从一个没有福气的人 变成有福气的人 从一个倒霉的人 变成幸运的人 从一个不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的人 变成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的人 夫妻不和睦的人 变成夫妻和睦的人 儿女不孝的人 变成儿女 成了孝子的 那 我真实地领受了 上帝的帮助 切身经历了 我们就能真实地夸口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了 我们不夸主耶稣 基督十字架 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经历 没有切身地体会 上帝的帮助 结果就整天夸的是世俗 夸了世俗就成了上帝的仇敌 约恩书二章十五节 这时候自己也不顺利 儿女也不顺利 事业也不顺利 家庭也不顺利 尽管这样还得不到医治 我们要领受 我做了悔改祷告 记录到基督里来 基督就让我有了变化 基督给了我喜乐 让我越来越好 我们这样夸呀 我们当夸的是基督十字架 而我们却不夸基督十字架 结果走向了败坏 上帝让我们只夸口十字架 让我们 是让我们切身经历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马卡菲五章十六节 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好行为 照在人前 让我们见证的是 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上帝的话语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而我们呢 却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自己没有切身经历 自己没有切身体会 基督十字架的爱呀 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指 上帝让我们只夸口 耶稣基督十字架 耶稣基督是一位 十字架正是四阶段悔改呀 让我们夸口的是 耶稣基督十字架 那么我们的生活要得到变化 我们才能夸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而我们的行为 我们并没有把好行为 照在人前 导致世人 还导致世人 没能够通过我们 来领受上帝的爱呀 我们到底在夸口什么呢 曾经只夸了亚沙龙 结果呢 被亚沙龙追杀 或者说我们 我们爱惜肉体 或者是夸口自己的孩子 结果被孩子背叛 为什么我们的丈夫不成功呢 因为我们竟夸了丈夫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祝福 我们就开始化在自己身上 遇到了事故也不领悟啊 我们怎样才肯警醒过来呢 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为我们成就一切呀 能夸口十字架的人 是照着上帝的话语 做了世界的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来了 结果上帝给我这样的改变 上帝让我这样有变化了 这才是夸口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呀 而我们呢 根本就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结果也夸不了基督耶稣十字架 所以现在开始顺从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基督里来吧 我们找下分的后书 五章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要亲自造就我们 所以不要再抱怨父母 也不要抱怨自己的命运 不要有任何的理由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把我们变成一个好的人 上帝亲自造就我们 上帝是全能的人 上帝告诉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说只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让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 能去天国的人 给身边带来益处的人 当今我们韩国有很多是信徒啊 而哪怕一个信徒 是成了真实的信徒 就有光照在世上了 而我们当今成了光吗 自己都成了黑暗的 黑压压的 怎么能把光照给人钱呢 我们自己都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怎么能说自己拥有信心呢 而我们整天还有理由 整天抱怨是别人的问题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 上帝就为我们负责我们整个家庭 所以我们不要再抱怨自己的家人 不要再抱怨其他的了 只要我来好好信奉主耶稣基督吧 而我们为什么整天否认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分明是能行的 而我们整天否认上帝的话语 有些信徒说我信奉上帝的话语 而行为上却否认上帝的话语 上帝是绕门 通过行为来顺从上帝的话语 马太费五章十六节 而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好行为照在人前 否认上帝的话语 就会辛苦受累的 诗篇一百零七篇十节 否认上帝的话语 就会辛苦受累 导致儿孙也辛苦啊 好多人来到教会 整天抱怨 发怨言 背地里说别人 从来不服侍 贝利比说三章十三节 我们得到了圣灵才能做服侍 来到教会不服侍的信徒们 是得不到祝福的 每当教会有活动 需要干活的时候 找不到人影 这时候得不到祝福啊 而且最终是走向地狱的 如果我们得到了圣灵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献服侍 圣灵的果实是忠诚献服侍的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我首先拥有了爱 充满爱 充满了喜乐 无论我走到哪儿 都有和睦的心 这时候就是得到圣灵的人 得到圣灵的人才会牺牲 才会献忠诚 如果我现在不服侍 没有做到忠诚的话 赶紧领悟 我现在已经是生病了 我真的是属于灾难咒诅的呀 使我的儿女变成不孝的孩子 没有兄弟有爱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那赶紧领悟过来吧 赶紧做回改祷告 好多信徒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没有服侍 不献忠诚啊 有时候我屏幕是看着大家的行为 真的是很心疼 我们赶紧进入到基督里来 哥勒西书二章二到三节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赐福于我们 而我们呢 整天跑到基督外边 跑到基督外边的表现 就是不感恩 也不感谢 整天抱怨 不感谢 不感谢 不感恩 来到教会 也是躲来躲去的 那大家也不要和这样的人相处了 真言十七章四节 我们都是一类人相聚的 雅哈王是恶人 结果约沙法 亲近雅哈王 约沙法也差点死了 跟随扫罗王的所有的 用人都一起死亡 一起灭亡了 撒末尔记上三十一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和恶人相处啊 有一个房子要坍塌了 大家能要进这样坍塌的房子里面吗 不要走向去地狱的道路啊 我们一定要得到祝福 我们一定要去天国 我们一定要领受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领受正好的祝福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来读一下 以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我们大家回到家里 不好好打理生活的人 这种不好好打理生活的人 最终是走向败坏的 不要抱怨自己的丈夫赚钱少了 打理生活不是靠钱的 有钱人就不会败坏了吗 我们不好好打理生活 不正直的时候都会走向败坏的 就比如说一桶水里面 有一个小眼是漏掉了 那这一夜一滴一滴的水漏出去 那 这个水就都流失了 我们是否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才是关键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一直以来我们是懒惰的 什么都做不了 跟猪狗一样 而上帝是希望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成为人呀 诗篇49篇20节 上帝要使我们从一个灭亡的处来 变成尊贵的人呢 这才是在基督里面的生活 哥林多后书五成十七节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 上帝就重新创造我们 成为新人 从一个倒霉的人 变成有福气的人 从一个不行的人 变成能行的人 而我们大家呢 我现在到底在哪呢 我为什么始终不行 赶紧领悟我不行 是因为我在基督外边了 靠着自己想法的人 百分之百是走向败坏的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集 无论是我们国家的总统 还是整个世界 大家都好好观察一下 我们要正确的生活呀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为他人着想 而上帝告诉我们 首先我要得到祝福 然后才能帮到身边的人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二节 首先我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赐福于我们 我们领受了祝福 我们就能帮助到身边的人 祝愿大家一定要得到祝福啊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得福的时候呼喊阿门 想呼喊 祝愿大家得福的时候 大家愿意喊阿门 但是劝勉大家进入到基督里来吧 大家却不喊阿门了 依靠自己的人都会走向败坏的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呢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保守住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心理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为他人着想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存着为他人的利益生活的话 不会走向败坏的 我们本着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心 这时候是不会走向败坏的 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得到了帮助 得到了恩典 我们就会懂得感恩感谢呀 那从人上帝的帮助是永恒的 是庞大的 通过上帝的帮助 拯救自己的家庭 拯救自己的后孙呀 是很感恩感谢的 所以在基督里的人生是走向成功的 不会失败的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今天主为什么让我们只夸口耶稣基督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我们一切的错误都能得到饶恕 是依靠十字架的爱 依靠十字架的保险 十字架是上帝的爱 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使我们得到重生 使我们去天国 这正是依靠十字架的爱呀 原案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饶恕我们一切的过分 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所以我们只要夸口的是十字架 而我们大家怎么连阿门都喊不出来呢 都是因为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了 带着自己的想法一定是要辛苦受累的 我们找一下根里的后数十章五到六节 而我们非要被自己的想法困住 依靠自己的想法呀 上帝说不行 一切就不行 谁赐福于我们 谁没收我们的祝福呢 三门基上二章六节 是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没收我们的祝福 好多人以为依靠钱就可以了 有钱什么 好多人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行了 那太幼稚了 上帝告诉我们 依靠自己的人 依靠自己想法的人 都会走向败坏的 越是自作聪明的人 就会走向败坏 越是自作聪明的人 就毁了身边一切的人 大家知道 执政人员都是很聪明 很优秀的 而最终都走向败坏 沦落到去监狱的地步了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 越是自作聪明 自以为聪明的 都走向败坏 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的 都是灭亡的处类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是灭亡的处类呀 为什么上帝说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就是成了灭亡的处类呢 马太平五章十八节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藐视上帝话语的人 就会在这世上辛苦受累 导致自己的子孙三四代败坏 民数纪十四章十八节 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七节 十篇一百零七篇十节 而当今好多信奉耶稣的人 都成了假信的人 都不领悟上帝的话语 我们今天一定要活过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哥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带着自己想法的人 我们的想法都是走向败坏的 带着自己想法的人 吞吞自己的子孙三四代呀 不仅自己败坏 也败坏自己的儿孙 这时候怎么能帮到身边的人呢 拯救自己才能拯救身边的人 败坏自己也败坏身边的人 依靠自己想法的人就败坏自己 以为自己的理论很聪明的人 都会败坏自己 败坏身边的人 我们今天领悟 我到底是属于哪类人呀 我看一个人自作聪明 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时候 这个人真的是要走向败坏呀 真实的聪明是什么呢 拯救自己也拯救儿 也拯救儿孙 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也拯救身边的人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们的 所以上帝的话语才是永恒的真理 格林的后书十章五到六节读一下 一二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阿们 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人 会辛苦受累 直到跪拜在基督面前 好多人就很自作聪明啊 世上的学问 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聪明的 世上的学问 在当下看着很对 其实是谎言 世上的学问 总会有变化 只在当下是行得通的 最终还是成了谎言了 所以世上的学问 不是聪明的 大家要领悟嘛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学习学问 是为了什么呀 整天靠着自己的想法生活 靠着自己的理论来生活 那么就不要学习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学来的学问 是用来传道用的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传给相应领域的人 我也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就能传福音 哥林的前书九章二十二节 一个网罗是要来捕捞鱼的 这个网罗不是来捆绑自己的呀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大网 是来捕捞鱼的 但是我们买来这个大网之后呢 把自己捆绑 用网罗捆绑自己了 那这不就太傻了吗 世上的学问只是来传道来用的 而好多人带着世上的学问 就很自作聪明了 这就错了呀 我们辛苦受累 直到跪拜在基督面前呀 而当今世上有太多太多 辛苦受累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 学问很高 最终还要辛苦受累 直到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呀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呀 上帝的话语不会有变化的 上帝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 藐视上帝的话语 就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不仅要辛苦受累 生了疾病 去了医院也得不到医治 像被铁链捆锁一样 诗篇107篇10节呀 而且实际的子孙三世代一起遭殃 我们今夜为什么来到主面前呢 我们今天领悟过来做悔改祷告啊 我们做了悔改 我父就饶恕我们 实际叫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呀 祝愿大家得到饶恕吧 来得到祝福 得到去天国的祝福 在这世上一切都亨通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儿孙越来越好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辛苦受累 直到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还在依靠自己的想法和理论吗 上帝会把我们的想法和理论 拔根除起的除掉 如果我们还不领悟的话 我们就会走向灭亡了 我们和这种玩梗的人 如果结庆假的话 那这一辈子就很辛苦受累了 人生就像被铁链捆锁一样 整天比别人慢一拍 看别人赚钱了 然后自己好不容易也赶上末班车 结果还要受苦受累 生了疾病去医院也得不到医治 相信今夜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了 要得到释放 获得自由啊 上帝给我们立下了新的诫命 首先是爱上帝 第二是爱人如己 我真实地爱了上帝 带着自己想法的人 是不可能爱上帝的 自以为聪明 有自己的理论的人 都是要辛苦受累 直到跪在基督面前 是得不到祝福的 而且儿女们也不顺利 儿女们不孝 没有兄弟有爱 马可彬十二章三十节 上帝给了我们立下了新的诫命 我们要遵守新的诫命 我们才能得到祝福啊 那这新的诫命里有什么呢 首先是爱上帝 然后是爱人如己 我们首先爱人如己 我们首先要爱上帝 爱了上帝 才能真实地爱人如己 那么首先爱了上帝之后 首先要懂得爱自身 然后爱家人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才能改变成拥有爱的人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算计的 我给这个人一百块钱 我就能得到什么 我们算计着对别人好 这是假的 哪怕我一点回报都没有 但是上帝让我给予的时候 我什么都给予了 这才是上帝的爱呀 马太腓六章三节 左手做的好事 右手都不要知道 这才是上帝的爱 我们要与上帝同行 这才是最高的爱 最高的祝福 真言二十二章一节 我们要正确领悟价值观呀 唯独十字架让我们领悟 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与上帝同在 而我们却不领悟 什么是和上帝同在 我们 我们尽想出名分 尽想去赚钱 我们上班 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 这都跟动物的水准是一样 我们做一件事情 为了给自己出名分 这都是灭亡的处类 这都是动物的水准了 与上帝同行 这才是最高的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财富 上帝给我们出名声 只要跨口十字架 我们就不会再抱怨和有理由了 我们遇到困难 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只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是一切的祝福 哥勒西说二章二到三节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就能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好的祝福 只要我们进到家里来 我们就不至于冷了 我们整天不进家里 跑到外边 所以觉得很冷啊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啊 我们没有服从基督 我们没有跪拜在基督面前 我们没有进入到十字架里面啊 相信今夜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那么我们什么罪犯的最多呢 在旧约上帝给了我们十个诫命 到了新约上帝给了我们新的诫命 新的诫命里 有一样是要恭敬父母 就是向父母尽孝 我们找下以资所述六章一节 我们得不到祝福的人 分明是不孝的孩子们 自己犯了不孝的罪 还没有做悔改祷告 然后整天抱怨 我怎么总不行呢 当然不行了 我们想得到祝福呢 首先要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一定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然后尽孝心 这时候我们就会顺利 而且能得到长寿的祝福 好多人做官 结果呢 去了监狱 也没有长寿 好多人很有钱 是个财阀 结果没过十年 就走向了败坏 去监狱了 这都是因为不孝 导致的结果 我们以为自己很虔诚 信奉上帝了吗 结果为什么我们的 那么我们的行为 为什么没有光亮 整天争吵纷争 抵挡了福音 见证上帝的话语 根本就没有见证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在主里面 做一切的事情 而我们却不知道 怎样才能进入到 主里面来呀 那么我们要恭敬父母的 而这恭敬一定是要在主里面 恭敬父母 首先要进入到主里面 在这世上 装模作样的恭敬 伟善的恭敬 这是不孝的 我们今天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呀 是因为没有做回改祷告 加拉太师六章七一节 我们重什么就得到什么 而我们整天抱怨孩子们不孝 整天抱怨这孩子没有遇到好的教师 或者没有遇到好的朋友 从我自身开始 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孩子吧 我们的孩子听话吗 圣经里告诉我们 是因为按照我们自己所种下的 如是给我们返还 说明我们曾经没有 说明我们曾经不孝于父母了 结果导致我们的孩子也不尽孝啊 而我们却不悔改自己对父母不孝的罪啊 而且还自称自己做得挺好的 不要在错觉中了 以福所说六章一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阿妹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 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我们大家有进入到主里面来 恭敬父母吗 我们有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吗 我们没这么做 当然就按照我们的行为 儿女就如是给我们不孝了 加拿大师律章七节 那么第二节 以福所说六章 二节 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啊 在其他的宗教 也讲 恭敬父母 但是 都成了伪善的 不真实 唯独在主里面 才是真实的恭敬父母 因为进入到主里面来 就不再自我了 上帝改变我们 上帝改变我们 成为真实的人 成为政治的人 这时候才能真实的 向父母献孝心啊 好多人在这世上迫不得已 没办法 为了得到遗产 恭敬父母 这不叫恭敬啊 只有在基督里 才是正直的 以福所说五章八到九节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是没有正直的 不可能正直的 所以按照我们所种下的 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 就如是说法的还呀 我们迫不得已 做一件事情 这是行不通的 圣经是真理啊 我们要尽到基督里来 依靠我们人的力量 是做不到的 这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我们再来读一下 第三节一二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再是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 诫命 阿们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现在大家做生意 也不顺利 儿女也不顺利 那赶紧领悟过去 我肯定没有尽孝 而我还没有做悔改呢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如果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就能真实的爱人如己 我就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艺术来到教会 是福事的 建中心的 所以这一些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的错呀 上帝要把好的一切全给我们 我们需要夸什么呀 我夸世上的财富吗 这个财富是很虚无的 就像泡沫一样 父母给我留了一大笔钱 我不需要夸口这些 上帝为我们做到的事情是 始无变有 在这世上让我得福的 上帝说在这世上 能让我行 我就能行 上帝说不行 我就不行 真言十四章二十七节 哪怕现在我处于失败吗 哪怕现在我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解开我死亡的网路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是如是应验的 而真言十三章十九节 恶人不愿意离开恶 宁可死也不要离开恶 这就是恶人的恶性 恶人心里是属魔鬼的 魔鬼是偏要不爱离开恶 魔鬼一旦进入到我们心里来了 就很抓狂很发狂 不爱离开 恶人内心是属魔鬼的 真言十三章十九节 恶人不爱离开恶 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 说信奉耶稣吧 对方就很排斥 哎呀我不信我不信 那说明他真的是误会的恶人呀 那么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吧 而好多人不爱听基督的话语 那这时候就是收获的法利赛人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我们现在事情不顺利 在这世上做什么都不顺利 那赶紧领悟 我没有悔改不孝的罪呀 一定 我曾经一定是不孝 结果我还没有做悔改祷告 加了太师律上七节 而这一些都会表现在我儿女身上 我儿女也不孝 而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呢 大家和我从一个色的柿子 变成一个甜的柿子 只要我成了甜的柿子 我的孩子们也变成甜的柿子 我们尽孝心 在主里面尽孝心 这时候我才能在这世上得福 在世长寿 上帝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 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给我们报应 我们呼喊阿门是将荣耀献给上帝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一直以来为什么不顺利呢 上帝的话语我们都不爱听了 连阿门都不喊了 我们心里如此的歪曲 我们今天领悟自己的心里有多误会吧 我们不喊阿门是挡住了上帝的荣耀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呼喊阿门 荣耀是献给上帝呀 上帝命令我们将荣耀献给上帝呀 而我们不爱献荣耀 不喊阿门 这时候自家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还不领悟了 做什么也不顺利 我们在主里面向父母献忠诚 听从父母 在主里面恭敬父母才能得到祝福啊 所以我们只夸口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吧 曾经我们也下定决心要恭敬父母 但是我们再怎么下定决心 也自己做不到 做不到恭敬 做不到景象 而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在主里面 上帝改变我们 上帝让我们成为孝子 不是依靠自己的 所以进入到基督里面 上帝就重新造就我们 彼得前书五上十节了 我们大家为什么一直以来不顺利呢 父母 父母的不孝罪 我们也没有做悔改 我自己不孝的罪 也没有做悔改祷告 只要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来 我们都是不孝的孩子 我们以为自己对父母挺恭敬的 每天给父母洗澡啊 每天服侍父母啊 但是没有进入到主里的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孝的 我们看一个家庭是什么样的 看这家庭的行为吧 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对照 进入到主里面来 进入到主里面的人 进入到主里面 在教会里服侍的人 儿女们都是孝子 而来到教会 始终是成了假的教徒呢 儿女们是很不孝的 直到悔改为止 所以让孩子们辛苦受累的 都是我的不好的行为 导致儿女们辛苦受累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如是给我们返还呀 铁赛人家后书一章五到六节 好多人很不解 为什么我做饭也做不好 泡菜我也做不好呢 做菜我也做不好 在这世上我怎么做什么都不顺利呢 赶紧领悟都是因为我们不孝 第一个诫命我们都没有遵循呀 我们违背了第一个诫命 为什么我生病了 我的孩子性格为什么这么不好 我的夫妻关系为什么这么不和睦 事业为什么这么的不顺利 我在这世上怎么就这么不顺利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诫命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诫命 不孝了 在这世上有装模作样尽孝的 但是只有在主里面才能真实的尽孝 而为什么当今说是信奉耶稣的人还很不孝呢 今天从我做起 从我们开始 夫妻关系和睦了 儿女做了孝子 这才是在这世上得福的呀 首先进入到主里面 恭敬父母 服侍父母 这时候在基督里 我首先成了新人 夫妻关系就和睦了 能服侍父母了 儿女就做孝子了 这才是信奉耶稣的好行为呀 好多人看着我们不好的行为 就诽谤我们 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呢 我们一定要得到祝福啊 马太妃音五章十六节 我们来找一下 马太妃五章十六节 我们今天领悟吧 我为什么一直以来不顺利呀 过去我们不孝的行为 对父母不孝的行为 我以为自己做得挺好的 结果通过我孩子的表现 来领悟我自己曾经都种下了什么吧 相信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在这世上一切都好啊 那么身边的人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 看着我们的好行为 也会跟随 也会来跟随耶稣基督啊 我们在这世上学习去好的学校 为的是得福啊 那在这世上没有比信奉耶稣基督更加得福的事情了 首先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先成为新人 我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内心是拥有平安的 先领受平安 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平安和一切的喜乐 这正是在基督里的生活呀 然后让我们帮到身边的人 上帝改变我们 能让我们帮到身边的人 这才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只要我们做了悔改祷告 我们就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保守住我们的心里 曾经我们很懒惰 不想动 而上帝改变我们 就让我们变成有活动的人 上帝就让我们改 上帝就改变成 上帝就改变我们成为 有活力的人 变成很 变成很诚实的人 不是装表面 不是光做表面功夫 所以 在教会里都要有光了 因为上帝改变我们 相信我们一定是得祝福的 我们读一下马太飞五章十六节一二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看着我们的好行为 世上的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就能信奉耶稣基督 这才是信仰生活呀 把我们的好行为照在人前呀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大家的夫妻关系 大家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现在好吗 大家的行为有夸口了 耶稣基督十字架了吗 好多信徒来我们第一教会 都很长时间了 而我们有了好行为吗 有确信的信徒可以站起来讲一下 甚至有些信徒说 我来这里做了四季段悔改 这么长时间 我怎么还不行呢 您可以站起来讲一下 上帝是让我们把好行为照在人前 越是信久的信徒们可以站起来 始终不行的信徒们 我就没见过您有多悔改呀 我就没见过您有多服侍教会呀 教会里有活动 需要干活的时候 就见不着您的人影 您什么时候进入到基督里来了呢 内心装满了贪婪 内心装满了偷盗的心理 为了得福 为了求福来到教会 但是从来不做悔改祷告 教会里有活动 干活的时候 从来就找不到人影 我什么都没有种下 怎么能得福啊 好多人现在知道惭愧了 把自己藏起来 大家能骗得了我朴牧师 大家骗不了上帝呀 我们不能良心上有羞愧呀 我们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服侍父母 这时候在这世上能得到祝福 这正是新的诫命 是首先第一个和我们立下的第一诫命了 好多信徒说 我信奉耶稣 我的孩子们怎么这么操心不听话呢 赶紧领悟 是因为你没悔改 你曾经对父母不孝的罪 你没有做悔改 通过你的孩子表现出来了 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的魔鬼是不爱听的 但是我做了悔改祷告了呢 上帝的话语就比蜂蜜更加甘甜 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们的 而我们不爱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说明我内心是属魔鬼的呀 上帝的话语就像给我们打针一样 针扎进来的时候很疼 但是扎了一针就能得到医治了 我的性格要得到医治了 我的性格得到了医治 行为就能得到医治了 上帝的话语是告诉我们 我们曾经不明白的 上帝的话语全告诉我们 而且上帝的话语是能让我们得到祝福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呢 我们曾经不孝的罪 从来没有做悔改祷告 有些信徒讲了 哎呀我家孩子离家出走了 怎么办呀 赶紧领悟 曾经我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 大家又不喊阿门了 我们找一下加勒泰书六章七一节 我们种什么就得什么呀 我们以为自己对自己 我们以为自己曾经对父母很尽孝 不要再说谎了 分明是我种下的刺儿才得到刺儿了 上帝是公义的 铁萨勒尼迦后书一章五到六节 上帝是公义的 按照我自己所做的 按照我自己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的一一的反给我们 并不是反给别人的 在今夜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吧 我们来悔改 曾经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主里面来 根本就没有恭敬父母 根本就没有对父母尽孝心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犯罪呀 因为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就没有真实的爱 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不拥有信心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属于罪的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属于罪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任何错觉了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孝子啊 我叫孩子很操心 不听话 那就赶紧就赶紧领悟 如实的告白主啊 我就是这样不孝父母 我就是这样操心父母 对父母没有尽孝啊 愿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如实的告白出来 如实的承认错误 如实的求上帝饶恕啊 不要再抱怨 不要再指责别人了 就告白是我的罪 是我的错 只要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我们就能行啊 下来他说六章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不要自欺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阿们 我们种下什么就得什么呀 不要再有理由 不要再指责别人了 不要再 不要责怪其他的 有些人说 我没有嫁好人 或者说我没有娶好媳妇 这些都不是原因呀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了 我们好像自己很是孝子 其实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根本就不是孝子啊 所以都来做悔改祷告吧 正是因为我们成了不孝的孩子 正是因为我们不孝 所以在这世上 我们做什么都不顺利 大家今天都领悟了吗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 相信现在开始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今天我们做四季的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这时候我的内心拥有平安 上帝就保守住我的内心 保守住我的想法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我内心存着上帝的心 这时候在这世上做什么都是顺利的 都是亨通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一定是得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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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得福呢 因为我们悔改了不孝的罪 我们悔改 对父母不孝的罪吧 只要我们悔改了就能得福了 那有些信徒心里还在疑惑 真的能行吗 心里有疑惑的时候 说明我还没有做悔改祷告 悔改没有做彻底的 所以赶紧彻底的做悔改祷告吧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进入到基督里来 进入到主里面来 向父母 敬孝 而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呢 我们就做不到顺从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创造我们成为新人 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就能让我们做顺从的人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就能顺从了 上帝让我们顺从 所以我们只夸口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呀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 这时候上帝让我们成为新人 在这世上做什么事情 都是顺利的 相信我们现在是能行的了 这第一个诫命 是要顺从父母 恭敬父母 回到家里 大家把这句经文 写下来 贴在墙上吧 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在主里面 恭敬父母 把这句经文写下来 贴在墙上吧 这时候父母 也看到了这句经文 然后父母也会要求大家 顺从父母 然后大家就多做悔改祷告 求上帝帮助大家 我们在这世上 身体有了疾病 做什么都不顺利 在这世上总是不顺利嘛 怎么我生下的孩子还这么不顺利呢 那赶紧进入到主里面来 所以我们只夸口 十字架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我很懒惰 我不知道为他人着想 我总爱睡觉 无论不好的多大的错 无论多大的不好的习惯 只要我们进入到主里面 只要我们进入到主里面 上帝就改变我们 上帝就重新改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新人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上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上帝改变我们 让我们成为最好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一直以来尽孝心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主里面来呀 所以今天领悟过来 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尽孝啊 根本就没有尽孝心呀 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 向主承认自己的错 主啊 我一直以来没有进入到主里面来 我误以为自己尽孝心了 我多么的可赠啊 我今天领悟了上帝的话语 求我福饶恕我们吧 十字架是无条件的饶恕我们的 只要我们认罪告白出自己的罪 上帝是活着的 我们找下愿意书一张九节 我们为什么只要夸口耶稣基督十字架呢 因为上帝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一起来告白 十字架改变我们的命运 生意做不好的信徒们 赶紧进入到主里面来 在这世上不顺利的人赶紧进入到主基督里来 只要在基督里进入到主里面恭敬父母 只要我们认罪告白出自己的罪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意书一张九节一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们 我们要认罪 告白出自己的罪 我们要承认 有些信徒说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罪呢 只要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一切都是不孝的 我们就承认吧 主啊 我就这么不孝啊 所以我的孩子操心 不听话 这都是因为我过去不孝 不孝于自己的父母 而我们并没有悔改不孝的罪 求主饶恕我们 求主饶恕我的罪 只要我们告白 承认自己的罪 只要我们一一告白 上帝就饶恕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不顺利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这第一界面 这都是因为我们一直不孝 大家希望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好吗 大家希望自己走向越来越好的道路吗 而我们第一界面却没有顺从啊 就是在第一层 没有盖好第一层 怎么能盖第二层呢 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悔改不孝的罪 一直没有悔改不孝的罪 相信我们今天开始能行的 我劝勉大家 让大家把经文写在自己的 写在纸里 然后贴在墙上 大家一定要顺从啊 以夫所述一章十三节 还有以夫所述六章一节 到三节 都写下来 贴在墙上吧 这时候儿女一定成为孝子 而且在这世上 大家都会越来越顺利的 工作也会顺利 做事业也会顺利 大家所做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因为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心 我们就行为上有变化了 相信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能行的 家庭变和睦 儿女变孝子 只要今天我们悔改自己不孝的罪 只要进入到主里面 我们告白一直以来 我的孝心都是假的 然后再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吧 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得福的 因为在座的各位 在这里祷告呀 耶稣和十二门徒 造就了今天美好的日子 那么相信我们也要这样 造就美好的日子 今天开始有新的开始吧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次来祷告 今天我们首先悔改 就是不孝的罪 因为我不孝 导致我在这世上不顺利 是因为我犯了不孝的罪 导致我身上有了疾病 不能长寿 正是因为我不孝了 结果导致儿女不顺利呀 就愿大家一一地告白出来认罪吧 那父母的罪呢 首先悔改自己的罪吧 首先悔改我自己的罪 自己的罪都没有洗干净 光去洗别人的罪那能行吗 首先悔改自己的罪 首先洗自己的罪 彼得清是一上二十二句 相信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能得到祝福 首先我得到了祝福 我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祷告啊 首先我成了义人 才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 相信今天我们一定能行 求主饶恕我 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没有恭敬父母 就是今天悔改这一样的罪 无效的罪 悔改不孝的罪 然后得到亨通的祝福吧 在这世上亨通的祝福 如果我还不明白 我到底对父母犯了什么错呢 那看自己的儿女对我的行为 就赶紧领悟 这都是我自己曾经的行为 眼前的罪我都没有悔改 我光求福 我多么的贪婪呀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次祷告吧 相信撒旦都会被退去的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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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毁了自己的人生啊 求主饶恕我的过去 我曾经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没有向父母敬笑 主啊 我是多么不孝啊 主啊 我一直以来这样的不孝 我现在也不孝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饶恕我的过错 主啊 我多么的不孝啊 我们 我们多么的不孝啊 我父上帝 求我父上帝 怜悯我们 我的父亲 一直那么的难受 我的母亲一直为我很操心 内心很受了创伤啊 主啊 在这世上 我为什么一直不顺利呢 在这世上 我一直不顺利 这都是因为我对父母不孝 在今天 求我父让我们一一告白 我们对父母所做的一切的坏事和错 错误 求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在今夜 使我们 使我们把自己不孝的罪一一告白出来 求我父饶恕我们 主啊 我对父母不孝了 我在过去一直不孝啊 我操心了 让我父母操心了 求我父饶恕我 我父母们 因为我的问题 那么的辛苦 那么的难过 我父母为了我 留下了那么多的泪水啊 而我们 我们整天还抱怨 自己的儿女操心吗 我儿女操心的问题 这都是我的行为 求我父 饶恕我的罪 在我的过去 一直是不孝于父母的 我父上帝 求我父 饶恕我 我父上帝 在这时间 求我父饶恕我的罪 在这世上 使我们得到 亨通的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 成为孝子 我父母 对我们这么的用心 对我们这么好 而我们呢 这么的操心 我们口上喊着妈妈 口上喊着妈妈 结果呢 我们一直操心来的 我口上喊着爸爸 口上喊着父亲 结果 让我的父亲难过了 让我们父母的心难过了 我们的行为 让父母的心难过了 我们结了婚 我们长大 结了婚 生了孩子 尽管这样 也让我们父母的心 受到了创伤 让我们父母的心难过了 我父啊 求我父 饶恕我们这些错误 我父啊 想起我母亲的脸 想起我母亲的脸孔 我内心就很难过呀 想起我父亲的脸孔 我就能想起 很多很多错误啊 在今夜 求我父 饶恕我们 我们曾经让父母的心难过了 我们曾经让父母的心 受尽了折磨 求我父 饶恕我们这些罪呀 求我父 饶恕我们不孝的罪 是因为我们不孝 导致我们在这世上 什么都不顺利 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的父母 那么的操心 那么的难过 我们现在生了孩子 稍微懂了一些父母的心 做父母的心 我们兄弟之间整天争吵 到我们兄弟之间结怨结仇 让父母难过了 我们夫妻关系不和睦 让父母难过了 在这时间 求我父饶恕我们 我父啊 您告诉我们 哀痛的人是得福的 我们今天领悟了十字架的爱 主啊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 我们以为自己长大懂事了 而我们一直以来 这样的操心 让我们父母的心 受尽了创伤 让我们的心 一直让我们父母的心 痛了 直到我父母去世的那一刻 我们还让父母伤心 心痛 我父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 我们都没有听啊 让父母难过了 让父母受伤了 求我父饶恕我这个罪人 求我父饶恕我 让父母的心受尽了创伤 这些罪过 我们以为我们尽孝 结果让父母受尽了折磨 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恭敬父母 求我父饶恕我们这些罪 我们整天抱 我们整天抱怨顶嘴 做父母的 你给我留下了什么呀 做父母的 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呀 我们这样曾经这样顶嘴 这样让父母难过的 言语 求主饶恕我们 我们整天瞧不起父母 说做父母的 怎么还让这样呢 求父饶恕我们 这样曾经犯的过错 我们让父母难过了 我们让父母的心受尽了委屈 求我父饶恕我们 求我父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主啊 主啊 在今夜 求我父使我们得到祝福 我们整天抱怨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怎么才能做到这个份上呢 求我父饶恕我们 曾经这种张狂的罪 我们告白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错了 我父啊 都是我们错了 求我父饶恕我们 我父啊 我们一直折磨了父母 让父母受伤 难过了 妈妈 妈妈 你都为我做了什么呀 你就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我们就这样 抱怨了自己妈妈 父母 做父母的 有做到了 尽父母的责任吗 我们曾经这样 顶撞自己的父母 求主饶恕我们 这样的罪 求我父饶恕我们 我们一直以来犯的错误 求我父饶恕我们 我们所犯的错误 求我父饶恕我们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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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告诉我们 我们种下什么 就得什么 我们种下什么 就得什么 在这世上 我不顺利 是因为我犯了不孝的罪 正是因为我不孝 导致我在这世上 什么都不顺利 而我们却 没领悟过来呀 主啊 在今夜 求基督的邪来洗净我 这些不孝的罪过 使我们告白出自己的罪 使我们承认出自己的罪 求基督的邪洗净我们 求基督的邪饶恕我们 主啊 在今夜 求我主 饶恕我们 我们曾经抱怨 做父母的 怎么才能做到这点份上呢 看人家的父母多好呀 求父 饶恕我们 做父母的 都怪你 都怪父母 把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曾经这样抱怨 发怨言的罪 求我父 饶恕我们 求我父 使我们全得到饶恕 我们整天抱怨 父母偏爱姐姐 父母偏爱自己的妹妹 我们一直以来 抱怨了 发怨言了 在今夜 求我父 饶恕我们 这一切的罪过 使我们悔改 自己不孝的罪 使我们痛悔 哀痛 求圣灵 让我们 领悟自己的罪 让我们告白出自己的罪 让我们悔改 在这世上不孝的罪 使我们 在这世上 得到长寿的祝福 在这世上 做一切的事情 能得到顺理 亨通的祝福